我们学佛的人是在末法时期福报不够 所以是很难听到真正的教法 那么为了区别这个佛经所说 佛经上记载的是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众 这里包括出家众和在家众的邪师 两种邪师 都是邪师 那么邪师有个特征 他就是要靠那是衣服吃饭 要靠自己的虚名吃饭 这就是邪魔外道的师父 靠衣服你是看到他穿的袈裟 他穿的那个僧衣 那这个他是僧衣就是佛了 所以我就听他的了 所以释迦牟尼在《涅槃经》中告诉我们 当年魔王波逊 跟他斗法的时候说了一句说 到末法时期 魔王波逊的子民儿孙会在佛的寺院里穿佛的袈裟 受佛弟子的供养来坏佛法 来坏佛法 坏佛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 让你做冷水鱼被逐死 什么意思 我们一生就八九十年 如果你不去找一个名师救教 然后赶紧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 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 你最后到死的时候 你来不及修了 因地成就了 果地才成就 所以我们盖房子 今天你盖了十片砖 明天你再盖十块砖 这累积下来一年这个房子就盖了好几层了 对不对 你真盖了 结果你是个工程师只有图纸 你从来不去盖这个房子 说我懂 那要用砖器 要用水泥墨 要用什么钢筋做 要用木头架 你都懂 但是你从来不做 所以人家的房子成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房子 叫空中楼阁 是想象的佛果 所以说我们修佛人成就者 是一天必须看到 你今天累了多少成果了 累了多少块砖了 你学佛你今天得了什么果了 这个才能在我们这一生成就佛果 才能一生成佛 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法王 活着成阿罗汉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的那些大弟子们 都说活着成阿罗汉 活着成菩萨的 不是死了成阿罗汉 死了成菩萨的 所以说我们要见到佛果 那么因为福报不够 所以说你听闻不了 这些佛法 那么今天在 我们在全世界寻找的过程中 今天穿加沙的 我们不是诽谤 穿加沙的没有一个在传法的 都是在传经 都是在传善 你要做好事 存好心 你要捐款 你要建寺庙 你要盖塔寺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说 要能不能我们自己也盖个大庙 给大家去拜到真佛 真正佛菩萨分量 最后师父们不要 法界的师父不要 现在庙少 庙太多了 一家烂争的太多了 你要盖塔寺 你要盖寺庙 你找个地方去盖 我说师父在哪盖 他说在众生的心中盖 让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殿 心中有佛菩萨 心中有极乐世界 不要在外面去 外面是你活着 你维持这个寺庙的正向性 百年后 几百年后 那个佛殿去哪了 所以大家看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很多盖塔寺 我们知道七头几孤独眼 对不对 现在在哪了 你去印度一堆荒废的东西 所以你在外面盖 不会永恒 所以佛菩萨告诉我 在外面盖不会永恒 要盖一个金刚佛殿 不坏的殿堂 在众生的心中帮他们建起来 供上他们自己的自信佛 为什么 你原本是佛 你心中有一个不死的名点 有一个不动名王 你心中有一个金刚佛 你把自己的金刚佛供上 让他出来大方光明 利益一切众生 行喜增怀珠 四种方法 然后功德圆满 我们才可以称佛 所以大家记住 学了本尊法 不要去找那些什么 大庙拜 那么今天穿袈裟的 很少 至少你们如果是听到了 给我介绍一下 我到处找 无论是显宗密宗 都还没有出来一个 真正传到完整佛法的 我没有看到 就是一生成就的佛法 他没有看到 到处找 我也希望找到这么一个师父 无论他多么有名 最后弄弄我看都不行 所以前几天有一个信众 给我发了个消息 他说 我跟他说家里的佛像 没有开光 有阴 结果他发了个消息 说他老公不同意 用我们的镇摘牌 说为什么不同意 他老公说 我们在泰国请的那个东西 那个庙你知道有多大吗 人家里面有多少人吗 他算老几 这是一个小庙里的 连和尚都不是 还是个局势 在那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你看 众生现在毁了 庙大就是有佛 你不知道古人说的 这个庙不再大小 里面有仙子灵 对不对 你这个庙里没仙 没佛 没真正的真佛在 你最大的庙 那也是魔鬼啊 大家要知道 西游记里面 这个唐僧 西天取经 西天取经的时候 他一看到金比辉煌的 大佛殿就要去拜 结果进去那个殿里面 那些什么 现出原形 哈哈哈哈 我要吃唐僧肉 哈哈你终于来了 世界上 大家你们为什么会被骗 为什么会被蒙蔽了灵性 就是追求大 追求出名 追求人多 小学院 请不吝点赞 小学院 我 感谢观看